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 最后今年是两只大老虎已经落网 一个是徐才厚 一个是周永康 一些中老虎和一大堆的苍蝇也都被打下来了 因此而收获了不少民意 另外习近平的第二件事就是集权整军 整党 我们知道他原来只是三项桂冠 就在刚刚登记的时候三顶 现在已经十多顶了 十四 十五顶 他是很多小组的组长 是很多这个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四 最受人诟病的是关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应该是李克强 结果是他认了 李克强认副组长 第三件大事 这些小组应该属于三顿还是属于他 第三件大事 整治言论 整肃知识分子 从今年到今年已经有好几个知识界的指标性人物 被拘 被判刑 一月份许志勇是去年七月被拘吧 今年一月被判了四年 然后是哈里克强去年被拘 今年被判无期徒刑 姚文田就是香港的出版商人 被判了十年 十年 他们的罪名你要是仔细看一下 都是很翻译的罪名 什么扰论社会治安 什么藏目不清 还有铁流 铁流也被拘 高瑜 铺之强 加上最新的是徐晓 所以现在在国内就形成一种非常紧张的政治气氛 有一些党媒已经在说 对于这个习近平呢 不可以向以习近平为首的大中央叫板 谁要是砸共产党的锅 就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板 这样的话已经公开出现在这个官方媒体上 然后下面第四个呢 就是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方面 有意效法毛泽东 他这个十月份搞的这个文艺座谈会 谈到了一些话 就很像文幼时期的一些言语 另外毛泽东时代就是 还有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些最热门的政治素语 比如说阶级斗争啦 人民民主专政啦 反动知识分子啦 就这些词儿 大家久伟了的 最近又重返官邦媒体 这几个方面呢 和刚才张博树讲的党国中心之路 这是不是习近平要走党国中心之路 必须要做的事情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目前有几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呢 是以王康 还有大概跟你们也有些比较接近的 就是王康认为呢 习近平有很大的目标 很大的计划 就是一个复兴之路 中国梦 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必须少出障碍 那知识界的一些不同之命 就是他的障碍 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知识界本身过不去 另外一种说法呢 高文千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的看法就是 习近平这个政权 有很深的恐惧感 所以但凡谁要是表达不同的意见 他呢 就要把这些人给整下去 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儿呢 就是想要整理一下 分析一下 习近平这两年的路 到底是什么样的路 刚才谈到的党 就是这个党国中心之路 还有红色帝国之路 皇前之路 还有极权之路 大家都是用不同的名词 实际上表达的 对他目前这两年的 两年的盖棺论定吧 虽然有些 并还不能够最后的盖下来 官不能最后盖 但我们就讨论这两年 到底如何描述 然后呢 两年之后 明年后年 在未来的 这个剩余的 习近平的任期 或者是任期之后 习近平会怎样 我们可以做一下分析 和展望 所以这个剩余的 说完 正面 像一个 我说完 就这样 让我们还能够 在目的是 那些 不仅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